即印度维克兰特号航空母舰9月2日服役后 法国也在10月18日举行的2022年欧洲海军展上 展出了自己的R92号新一代航空母舰的最新模型 法国这回再也不局限于戴高乐那样的中轻型核动力航母 而是标准排水量高达7万吨的核动力中大型航母 建造完成后排水量将会超越英国皇家海军伊丽莎白女王级航空母舰 成为欧洲史上最大的军舰 那么这艘幻想当中的航母到底有多大的能耐 与戴高乐号又有哪些区别 又与福特级航母还存在多少差距呢 本期视频我们就来一探究竟 早在2020年的时候 法国就已经宣布下一代航母的大致方案 当时的方案看起来就像缩小版的福特级航母 拥有电磁弹射器 同时小体积的舰导比较靠后 甚至还拥有有源相控阵雷达的天线 而从本次公布的视频图片模型来看 法国对胖型航母的舰导进行了重新设计 舰体的结构以及甲板形式也都有了一定的调整 比如此次展会上的这艘胖型航母模型 它的甲板长度达到了310米 和美国的福特级航母相比 仅仅只差了20多米 另外排水量也达到了82500吨 几乎是现役的戴高乐号核动力航母的两倍左右 在舰行方面 胖航母依旧选择酷似美国的福特级的设计 总体布局大致相似 不过在许多细节上仍做了相当多的改良 以便适合法国海军的实际使用情况 航母采用了直通式大青角式的飞行甲板布局 一个精巧并拥有隐身能力的舰桥 位于航母后部右舰 整个甲板面积达到16000平方米 此外 航母舰体中部右侧 还配备了两台提升能力为40吨的侧舰升降机 用于运载最大重量达到35吨的第6代 隐身舰载战斗机 并留了足够的富裕度 在弹射系统方面 采用弹射加拦阻的常规起降方式 配备三条90米美国通用原子公司研制的电磁弹射器 其中二部位于直通甲板约三分之一处 可以弹射舰载预警机 另外一部位于大青角飞行甲板五分之二处 主要用于弹射重型飞机 诸如补给飞机舰载预警机一类的机型 目前内部结构仍没有公开 以至航母机库面积约在5000平方左右 所以算一下 大概可以收容50架左右的各型战机 另外 从公布的视频当中可以看到 模型航母的左侧是一排隐身战斗机 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是法国目前研制的第6代战斗机 而右侧则有一架正在弹射起飞的同型号战斗机 中间的左侧有一架来自美国的12D预警机 看来法国在舰载机和辅助机型的选择上 并没有做出过多的调整 不过也因为有美国这样的盟友 采购相关的先进设备虽然困难 但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中间偏右的位置自然就是阵风M舰载机 不过应该是大改之后的版本 若以现在的眼光来看 这样的舰载机搭配无疑是非常强悍的 但法国说的是2038年左右服役 2038年的时候 阵风M舰载机绝对是一种相当古老的飞机 没有使用全隐身战斗机搭配 算是最大的槽点 法国的阵风M舰载机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 都是当代主力舰载机中的一个异类 作为舰载机 阵风M居然不需要折叠机翼 而且是压式三角翼布局 这三点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比如阵风M根本不需要考虑折叠机翼的麻烦 在起飞前和拦阻降落后都省掉了一个关键的程序 永远不会担心会突然忘记了收放折叠机翼 而不用折叠机翼还省去了折叠机构的额外重量 拳击的强度可以做到最大 这样阵风M的空战机动能力也可以设计到最大的9个G以上 加上这是一种压式布局的双发战机 因此其格斗能力在目前所有舰载机中也是一流的存在 另外我们知道 全程亚音速战机是有拦截能力默默唧唧的问题的 无法兼顾F14时代的远程拦截要求 即使到了F35C的时代 超音速能力同样几乎不存在 而阵风M舰载机的三角翼布局 完全在超音速马合追的范围之内 因此即使有少量外挂 也可以做到超音速飞行 所以阵风M的拦截能力就要比美国的两种主力舰载机强很多 另外即使阵风M不折叠主机 它的翼展也只有9米多 比很多大型舰载机折叠主翼以后的宽度还小 而且这种舰载机的长度也不超过15米 因此不论长宽 在舰上的占地面积都很小 戴戈洛号以4.2万吨的满载排水量 平时可以部署24架 特别加强部署的情况下 可以高达32架 如果不是阵风M 换成另外任何一种其他的中型以上舰载机 都达不到这个部署的规模 虽然阵风M优点很突出 但是它的缺点也同样明显 就是它的最大起飞重量非常小 过去只有23吨 哪怕经过多次改进优化后 最大起飞重量也不到25吨 浪费了大高乐号上美国原装C13型蒸汽弹射器 最大弹射32吨的能力 而25吨和超级大黄蜂最大起飞重量的30吨相比 差了5吨之多 要是阵风M多了这5吨载荷 就可以装载燃油增大作战半径 或携带重型弹药提高作战效能了 阵风M起飞重量不大 和其体量太小有关 也和蒸汽弹射后半段的加力不足有关 而现在公布的胖型航母将采用更先进的电磁弹射 未来阵风M最大起飞重量 说不定就能达到28吨 所以大家依旧不能忘记 胖型航母2038年复役的事实 所以对于胖型航母的舰载机 大家还是多期待一些法国FCAS6代战机吧 后续除了会装备目前正在研制中的 第6代隐身战机的舰载型外 大量中重型无人作战飞机自然也是必不可少的 这些无人机除了装备精确制导武器 执行精确打击任务外 还将装备先进的红外和合成孔径雷达等传感系统 这样一来 无人机就能执行诸如海上监视 空中早期预警 以及支援反潜等任务 使得指挥人员在决策时的选择性更多更大 按法国海军现在的计划 后续会将第6代舰载机作为核心机 然后搭配一队十多架 甚至是数十架无人机 组成编队攻击目标 所以胖型航母舰载机的打击能力 将是现在阵风舰载战斗机的十多倍 可能法国海军也是想要打造一款 如F35这样 能融入到各种作战体系当中的联合作战战机 胖型航母的动力系统 则采用法国新研制的K22核反应堆 相比戴高乐号航母使用的K15核反应堆 功率得到提高 每座可提供220兆瓦特 这将是法国至今设计与制造最强大的海军核反应堆 可以让航母达到30节的最高航速 此前的K15核反应堆 是从法国的核潜艇上拿来改装的 功率无法满足戴高乐号航母的需求 造成戴高乐号最大航速只有25节 而新型K22核反应堆 将由法国原子技术公司作为主要承包商 而法国海军集团将负责提供辅助制造 它的强劲动力可以避免胖型航母动力不足的问题 由于继续采用功率大得多的新型核动力装置 法国海军还为胖型航母设计全新的大容量配电系统 它所产生的电力是现役戴高乐号航母配电系统的三倍 同时胖型航母还配有远超戴高乐号的续电系统 作用就是为了计划在航母飞行甲板上安装的电磁弹射系统所设计 其储存的巨大电能能驱动电磁能 把重达数十吨的舰载机弹射出去 其能量可以在短短100米的距离内 把飞机的速度提高到160节 按照法国海军的计算 胖型航母日正常出动飞机的次数 可以达到惊人的160架次 高峰时可达250架次 远高于现役航母每日正常80架次 高峰时140架次的出动量 在其他方面 胖型航母还配有更加先进的C4ISR系统 其中包括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与情报、监视、侦察系统等技术和高度自动化设备 能够全面支持法军的网络中心战能力 可与法军其他武器和军种间实现互联、互通、互操作 并将广泛采用新型电脑显示器 个人数码助理和掌上电脑等替代操作人员 目前所使用的数量众多的手册和参考资料 非常方便操作人员日常保存、查找使用 大大提高了作战效率 也正是得益于高度发达的智能化与自动化 加上舰内设备的全面网络化与电脑化 因此胖型航母的整体自动化程度比戴高乐号有了大幅度提高 有效降低人力需求 航空母舰操作人员将从戴高乐号的1800人减至1200人左右 全舰能承载大约2000人 相比于现役的其他航母舰员明显减少 这对未来执行精准打击或长期任务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在战斗力上和戴高乐号航母相比 胖型航母貌似更强 搭载的第六代隐身战斗机先进无人机 再加上来自美国的F2D鹰眼预警机 还有升级之后的阵风M舰载机 夸张一点 你说胖型的整体作战势力比美国的尼米兹级航母还要高 火力军都能够接受 但是这有个前提条件 那就是现在立刻马上有一艘完整的胖型航母在海上飘着 因为现在这艘胖型航母压根就是期货航母 真要到了2038年 虽然法国六代机出来了 但这不代表其他国家六代机出不来呀 比如美国 它的研发速度可不是法国能比的 全世界每年有一多半的诺贝尔奖得主都在美国 全世界最大的科研投入也在美国 尤其是在世界工业体系中 美国处于最高等级 基本上依靠专利和知识产权就可以切走全世界绝大部分财富 可以说美国主导世界科技 而在军事上 虽然现在世界中有很多军事强国 但是全世界唯一具有全球军事投送能力 能够全球开战的只有美国 美国在全球有几百个军事基地 大部分军队驻扎海外 在海外有六个司令部可以随时打遍世界 这一点尤其强大 而且美国用全世界一多半的军费养出了最强大的军队 光是其航母战斗群就足以震慑世界 就说已经下水的CVN-79肯尼迪号 肯定要比法国的胖型航母先服役 上面陆续搭载的F35BC战斗机 无人机或是即将问世的六代机舰载机 依旧是法国胖型航母不可跨越的鸿沟 美国的福特级航母依旧是航母技术的领导者 再说了 法国的胖型航母在不拖沓的情况下 才能在2038年服役 距今还有至少16年 以美国目前的航母建造和服役速度来看 16年的时间 怕是又能够建造和服役至少4到5艘新航母了吧 分别是CVN-79肯尼迪号 CVN-80企业号 CVN-81多米斯米勒号 以及新型号 这意味着到了2038年 美国届时至少会有14艘航母 且都是排水量均超过10万吨的先进核动力航母 依旧牢牢占据世界第一海军的位置 反国此前亮相新航母的方案 打眼一看还以为马上要建造 但实际上只是一次高水平的C机预测而已 欧洲军事工业的浮躁也可见一般 要是退到2020年胖型航母的发布时间 这意味着法国在航母服役18年前就已经公布了其基本方案和PPT 有种恨不得让全世界人都知道的法国很强的意思 当然如果法国完成两艘核动力航母的建造工作并如期服役 那么大大提高法国在国际上的地位还是可以办到的 好了 关于法国下一代航母 大家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我们一起讨论 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观看